大家好 18点46分了啊 这有粉丝朋友给我发来了一个电子邮件啊给大家看一看 这盖着章呢啊中国啊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范围内就认这大红章啊认这大红章 好吧给大家看看啊 关于从上海市转运人员至杭州市等六个地市集中隔离的通知 杭州市 宁波市 胡州市 绍兴市 金华市 台州市 不念台州应该念台州啊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 按照国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统筹安排 为助力帮助啊为助力上海市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工作 经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同意 就是经过浙江省的同意啊 决定由杭州市 宁波市 胡州市 绍兴市 金华市 台州市 为上海市密接 次密接等提供 储备隔离场所 储备隔离场所啊 其中计划向杭州市和宁波市各转运一万人 向胡州市和台州市各转运两千人 向绍兴市和金华市各转运三千人啊 等于是两万两万四啊六六千三万三万啊 总人数目前看是三万 杭州市和宁波市 这俩是第一批啊 杭州市和宁波市 这两个市是杭 是浙江经济比较好的地方啊 经济比较繁荣的 需于四月三日中午十二时前 那就今天啊 中午十二点啊 那么前做好首批各五千人的隔离准备工作 请上述地市提高政治站位 政治站位啊 主动担当作为市级层面 就是你这个市委书记市长啊 这个你们要牵头 要要把这当回事啊 要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啊 成立一个专门的班子啊 按照标准更高 管理更严 服务更暖的要求 着手做好集中隔离场所 各项准备工作 每个隔离场所均要设立专班 每一个隔离场所都要有一个专门的班子啊 培训工作人员 规范做好防控消毒 健康观察 安全保卫 后勤保障 人员转运等各项工作 杜绝发生交叉感染和风险外溢 风险外溢在传染给外边人啊 此外每个上海转运集中隔离场所均派驻一名属地所在地的啊 这个在哪个在谁的地盘上啊 属地卫生监督人员做好日常指导工作 请上述地市各明确一名联络员 这个联络员就是一个高级官员当地的啊 联络员是谁 有事就找你说啊 于4月3日上午11点前将名单报送我办 应该这是浙江省人民政府疫情防控办啊 发的一个通知 我看这写着说 本系统禁止处理涉密及敏感信息 写了一个名字叫人力财5121 看来上海自己的医疗资源已经因为大规模的这样的发病也好 隔离也好 他这个规模这个这个医疗资源已经崩盘了崩溃了 是吧 遭到挤兑之后他已经超出他的上限了 所以他只能往浙江去转移 浙江离上海也近啊 反正两边这个语言呀 风俗习惯呀 是吧 加上气候各方面啊 加上这个饮食什么的都比较接近啊 那这个杭州那边得小心了 杭州宁波绍兴是吧 这个这个有台州是吧 湖州啊 这几个地方啊都要小心了啊 我有个外甥 我有个外甥 我表姐的儿子就在杭州当警察呢 他已经在杭州定居了也差不多20年了 娶着浙江媳妇 他本人是河北人啊 娶着浙江媳妇 生了俩儿子了啊 在那当警察当了好多年了 他原来是那个警官大学毕业的 就在那个北京大兴 那个团和啊 叫叫什么中央警官大学叫什么 是那毕业的 好像把他挑到杭州市公安局的人 据说是原来的总理朱镕基的卫队长 啊 你给朱镕基当了几年卫队长伺候的好 应该是到杭州市公安局当了一个官啊 是吧 最起码当个副局长之类的 中国就是这样啊 这些伺候头伺候好的人都给弄一个好的结果啊 不错的前程给你安排安排 他这也是一种仇庸仇庸啊 这个老百姓就惨了 刚才我看到另外一个材料说 说在上海有一个护士 说他是不知道 也有人说护士不可能接触这东西 说有八千个试剂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核酸 说八千个当中没有得病的 或者说这个是阴性的 说只有六百还是七百个啊 都连百分之一都不到了 他们的意思就是百分之九是九点几的 那都是这个新冠这个阳性 那就都得病了呗 那还多可怕呀 是吧 不过都得病了 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是吧 重症率死亡率比流感还要低 其实他现在已经是一个 应该叫什么 叫一个大号的感冒了 没必要这么恐慌 现在为什么这么恐慌呢 为什么给你封在家里 封在小区里 为什么还从山东等地调特警来 是吧 然后什么意思呢 难道就是为了将来可能要打仗 先让你服服帖帖的 老老实实的 特别怂的 是吧 在家就跟一个狗窝似的 给你是吧 装在狗窝里 是这意思吗